你买房子是因为丈母娘的要求 还是孩子读书 亦或是单纯的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 但是我想告诉你 你的核心购房需求并不是因为这些 而是因为当初中国的房子能有增值的预期 即使现在购房的大部分人 依旧是因为房子的增值预期在买房 你会想这全是疯了吗 明明全国的房价都在预期下跌 怎么会是因为增值预期在买房呢 中国自从98年房改之后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直都是人为控制增值预期的 房子的增值预期可以由收入预期 供地速度 货币政策三方面决定 收入预期不用多说 中国过去40年一直都处在收入看涨的状态下 这种状态是所有后发工业发达国家 基于科技大规模应用 加上人口红利的爆发都会产生的结果 再加上国家主动投资的大基础建设 经济发展非常稳定 老百姓的收入增长也就很快 跟中国过去类似经济快速发展的40年 一样的还有美国 德国 苏联 日本 韩国 这些后发工业国家 是的 美国 德国其实相比于英法来说 的确就是后发工业国 但是随着黄金40年的结束 所有的国家都会进入低速增长时代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日本要死不死 欧洲将死不死的样子 只有美国依靠一战和二战的隔岸观火再次雄起 至于中国现在的收入预期 整体应该都是悲观的 尤其是对于依靠劳动赚钱的底层百姓 而供地速度则一直仍未控制在供不应求的阶段 不管是刚刚98年开始的防改的时候 还是火热的1718年 土地的供应速度是一直低于市场的需求的 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土地供应 不是没有土地 而是代价而过 其实也很好理解 任何市场行为都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地方也不例外 也就是到了现在 很多一线城市才发现 原来土地没有想象中的好卖 只能靠本地房企或者是城头来拖底拿地 保持最后的一丝颜面 在收入预期降低和供应过量的前提下 超量宽松的货币政策 成为了房价增值预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M2超过了300万亿 也让很多的富人不得不选择购买房产来保值 或者出逃海外 这也是中国房地产整体低迷的情况下 中国的豪宅市场却依旧火热朝天 豪宅市场的用户面临的是收入预期看涨 土地供应不足货币政策宽松的房价增值领期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直就跟股票市场一样 当下值不值并不是很重要 而是未来能不能值钱 就与马斯克的特斯拉举例 特斯拉现在的市值还有5670亿美元 更不用谈21年的特斯拉市值高达12000亿美元 然后2021年特斯拉的销量才94万量 利润才55亿美元 为什么能产生高达12000亿美元的高市值 就是因为大量的人在2021年认为 到了2030年 特斯拉的销量会超过恐怖的2000万弹 要知道 现在的全球汽车销售冠军丰田 一年的销量才1100万弹 相信特斯拉的人 就会真金白银的往里砸钱 一直助推特斯拉股价上涨 中国的一线房子也是一样 北上的房子 未来的房价就会向香港看齐 未来十年30万一平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现在15万一平的房子 买了也很划算 至于为什么相信北上的房子会一直上涨 可能是北上会放开限购 全国的人都会来投资 可能是中国的经济会将北上 推上世界的超一线城市 可能中国的富人一直就不穷 现在很多一套套过夜的豪价 也是频频在北上交易 中国的有钱人已经有钱到 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至于为什么大量的中国普通人 还在购入中国的房产呢 因为你除了押注中国经济病好之外 你还敢想什么呢